七天的挑战 看一下我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哎呀 好酸哦 哎 为什么 做这个挑战 我们先回到第一天吧 还是老样子 开始前记录一下行为的维度 和开始前的身体状况 方便之后进行身体对比 那废话不多说 这个是今天的日期 直接开整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锻炼这个动作 动作肯定会有不标准 那如果大家发现一些问题 可以直接打在弹幕里 我好之后去修正 然后我其实是计划做100个双冠B居生的 最后发现我只能做50个 好酸哦 哎 为什么 做这个挑战 其实健身最难的就是坚持 特别是在前期的时候 特别容易去放弃 但一旦坚持下来了 肯定是会有所收获的 熊肌的酸痛一直持续到第三天 直到第四天 酸痛感才有所消退 那现在我还是一组六个左右 感觉我还是很弱 而且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双冠B居生这个动作的教学 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看到核心还是不是很稳定 然后动作幅度也很小 那接下来的几天会尽力的去纠正我的动作 今天就是第七天了 那我是有看了一下我七天前的对比照 我个人感觉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既然是挑战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变化 所以我决定延长挑战时间 那我们就把挑战拉长到14天 看一下14天能不能产生一些变化 你有事吗 你有事吗 你要挑战是不是 锻炼虽然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想要人钱显贵 必须人后遭罪 只有努力了才会有收获 顶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那我坚持这些挑战 也是憋着自己自律起来 顺便记录下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行动起来 最近降温有点感冒了 然后拖来两天 鼻子都擦破皮了 然后今天好一点了 今天开始继续 所以挑战有点后两天了 OK今天呢就是第14天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半个月的锻炼 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多大的变化 首先从左到右 分别是第一天到第7天和第14天的对比照 这位貌似差别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侧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胸肌的厚度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变化 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精神了很多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胸围到底增长了多少 OK可以看到半个月的时间 胸围增长了两厘米 好了很感谢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那视频前的你又开始准备行动起来了吗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的挑战 可以写在下方评论区里 我是热爱挑战腾我们下期再见 你玩没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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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